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來的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說兩件事 兩件事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有些移民去台灣的黃絲 他們在台灣搞示威 昨天搞反對23條的事情 但問題是甚麼呢 問題是每一個地方基本上都有23條這些事情 所以令到很多台灣的民眾不滿 你搞人搞 你做甚麼鬼在台灣搞 叫他們回香港 不要在這裡搞亂台灣 這件事也挺搞笑的 我們稍後會看看 第二件事其實就是英國的凱特王菲 他被那些民眾基本上是逼供 逼到他有病都要出來 去拍片去搞這件事 去搞那件事 但是 逼供之後 竟然間這件事他不是 那些民眾被 罵多事 被罵人家的家庭 搞人家的身體 搞病患者等等 竟然間是英國的國王和英國的首相讚賞 不是吧 這件事是一件集體欺凌事件 那為甚麼要這樣呢 所以我覺得就有點稀奇古怪 稍後會跟大家說一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兩語文宜紳士樂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好了 其實昨天大家都很開心 因為23條終於都可以 叫做立完法之後 就可以有些甚麼事的時候 就執行到了 現在 好事來的 不是昨天 昨天第一天 可見生效第一天 OK 應該是以凌晨計算的 OK 這件事就令到有些疑了文 說聲稱移了文的台灣 去台灣的一些黑暴 說很抗拒 那你都移了文 關你交叉事嗎 對不對 你既然移了文 這些東西不關你的事 對吧 那為甚麼還要這樣呢 很明顯他們想有條後路 但是 他們搞這些反對23條的遊行的時候 竟然間被台灣的民眾 叫他們拉回香港 不要在這裡搞亂台灣 我們23條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刊顯生效的第一天 就是23號 就是昨天3月23號 有一些住在台灣的香港人 其實移民去台灣的香港 黃絲黑暴 就在台北的西門町發起一些遊行 他們想發起大型的遊行 但是發起不了 只有小型的遊行 結果引起20個當地的群眾反抗 高叫你這群人拉回香港 不要搞亂台灣 當然有普通話說 也說他們自缺自殘 港獨必忘 說真的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 其實香港是沒有條件獨立的 香港是沒有獨立的條件 他們也沒有辦法讓香港獨立 這是現實 這是事實 有些反對抗議人士說 你以為台灣全部都支持香港 你收 啦 收聲啦 台灣內部很亂 也不是所有人都希望台灣要獨立 你們香港這群奮奮很愛河 根本不了解台灣的生態 不了解台灣所有的事 所以這群人被人罵是應該的 這群人想著在香港 他們因為沒有本事 沒有成這樣 在香港經常工作 經常被人罵 想著去到其他地方 不是被人罵 但其實原來去到其他地方 他們的命運是沒有改變的 只不過換了一個不同的時間空間 繼續被人罵 沒用的人就是沒用 垃圾的人就是垃圾 即是他們不好好改善自己 而去覺得說他們的人有問題 他們這一生這一世都只會成為流羅 只會不斷被人罵 在2019年的時候 反西暴斷的時候 台灣做了一件事叫做 在台港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 後來他們改名叫做 香港編城青年 他們昨天在台灣西門町的接運口出發 搞了一條 反對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的集會遊行 並且拉起光時的環額 舉起港獨的旗次 這群人已經是第一天違反了我們的 也就是第一班違反了我們的23條 這群人 此生此世都應該回不了香港 但這一個活動 沒有得到很多台北的市民支持 沒有 反而野來有二十多名 在旁邊經過的民眾 反抗他們 批評這些港獨人士過來 禍害台灣 亦有一堆是反獨的群眾 高呼叫他們 滾回香港 別亂台灣 自缺自殘港獨 必亡 亦有些反抗議者 即是反對抗議的人士 就說你們真的不知道台灣 你以為台灣很民主 不是啦 哪有選擇 選舉不能選擇 你選完韓國瑜之後 他可以推翻你的選擇 根本台灣所謂的民主 完全不民主 他亦都說 你以為全部都支持你們香港獨立 沒有 台灣很亂 討厭蔡英文的人非常多 亦都有很多人不希望台灣獨立 他說你們香港真的很愛好 其實亦都是 其實這班香港人 都是令到台灣很慘 為甚麼呢 因為其實自從2014年之後 都開始有一班人是 移民台灣 移民台灣的原因 是因為都是用中文 他們不懂英文 接著就開始令到台灣走下坡了 令到他們真的 經濟各方面越來越差 接著2016、2019更加差 越來越差 這些都是黑氣人 帶黑氣去台灣 OK 另外 有一些居民認為 今年多了一些政見鮮明 而且鮮明到黃和黑的香港人 移民到台灣 令到台灣島 這個小島 變得不太寧靜 其實他們 一向都 正常人是不會想 理政治 正常人是會想 哎呀未好一點生活等等 但這班不正常人類 去到哪裏都好 都打算搞政治 但問題是他們不懂政治 你想想 文傑 他這條小子 想做好政治政策 各方面的事 那怎樣呢 不努力讀書 不努力學習 現在 就回國內讀政治 政治角色關係的博士 喂 你想 了解政治 你想發展政治 你就應該也必須更加努力 走入政治 了解政治 這件事 但是 這班這樣的憤腸 他們 有這樣做過嗎 沒有 因為他們字都不懂 對不起 沒有辦法 OK 台灣當局 就說 因為 這班人這樣搞法 其實都不是很好 叫人們就小心 不要搞這些事 亦都是沒有意思的 OK 完全沒有意思的 其實台灣當局都不幫他們 這班人做了些事都是廢的 所以這些都 笨 去到那裡 你說要離開香港 放棄這些事 但是去到那邊 你繼續掛著香港人的身份 其實很無謂 兼請無聊 OK 接著你講講英國第二件事 英國那邊的事 就是英國的凱特王菲 這個凱特王菲 神癮了一段日子 接著在3月22日 透過影片宣布 她身患癌症 至以下旬開始接受 化療這個消息震驚全球 因為事實上 他們英國王菲在1月份 宣布海盜王菲接受 這個福報的手術 接受福報的手術 接著 之前亦是沒有辦法去執行公務 引起很多外界不同的轉測 包括她自殺 她老公出軌 小三搞得她精神緊張 很多不同的事 接著因為有很多不同的輿論 還有很多的陰謀論 謠言滿天飛 迫使到這個 身患癌症的英國凱特王菲 要拍片去滿足這些網民 英國網民的頭 球之獄 所以 拍片 交代她自己發生了甚麼事 很 很無恥 其實網絡上就是這樣 網絡上的人 可以是 不顧一切 可以是 歇斯底里地 去抹黑一個人 令到一個人難堪 難受 所以其實 網絡的安全法 網絡的規管法 我覺得我們香港都應該要有 如果不是的話 所有東西都太自由的時候 就會令到 其實一些應該要得到同樣自由的人 得不到自由 所以應該要有些規管才行 這個42歲的英國凱特王菲 就在日前在影片裏面 就說她自己是 身患癌症 在做治療等等 而很明顯她的先生就是因為 這個凱特王菲患了癌症 所以就 有很多公務都處理不到 而不是那些甚麼謠言等等 又說要找替身 即是說她已經死了 說要找替身等等 然後又說要找小三等等 很煩 有很多這些不同的言論出現 然後又說她修圖修到 即是修了很多地方 其實 都不懂得形容 當然她是一個公眾人物 在尾光燈下引發很多討論 都無可避免 但是 是不是因為這樣 她連作為一個病人 她想靜靜地去養病的自由 都沒有呢 都未必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我不是幫英國皇室 我是覺得 這個世界越來越過分 越來越離譜 越來越 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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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黃室那邊的記者黃室那些人去寫 面對著巨大的壓力和抹黑 令到這一對黃室夫婦 這個病患者 是覺得不可以保持沉默 而要公開這個真相 為何他們到現在 為何他們要到最後一刻才公開呢 因為他們不想 那些子女擔心 因為這件事公開之後 那些子女他們的學校 的同學 一定是會 從他們的父母 口中得知 還有那些老師 也會得知 到時對於小朋友的影響 是非常之大 我也覺得 沒辦法 但是這樣 這件事很搞笑地 英國的國王齊斯 他的老爺 和英國的首相新衛城 竟然稱讚凱特 說他勇敢說出來 讓人自豪 病 病 要醫病 說出來我要醫病 就叫做勇敢說出來 而令人自豪 如果 在沒有任何壓力 情況下 他說出來 我的確確可以覺得 即是 算了 給你pass 但是 如果 是受到網絡的陰謀論 和媒體輿論的壓力 令到一個病患者要走出來 就說 你們當然不要再猜 是啊 我是病 我不是病 我是大病 我是重病 我現在是癌症 你開心沒有 我本身打算不說出來 因為不想子女知道 不想子女有壓力 現在你們好東西 迫到我要說出來 是啊 我現在是癌症 那怎麼辦 然後你猜不到老爺會跟你說 英勇 即是你正常老爺 和正常的英國領導人 手上新衛城 應該是要 罵那些 非常地無日無之地 胡亂猜測地的人 製造輿論的人 你應該是罵他們 說 現在 這個英國的王妃 凱特王妃 就被這些輿論 是逼到出來 用一個病患者的身份 去告訴大家 她是生病了 現在這些網絡的言論 是非常之恐怖 麻煩他們不要再說 應該要等病患者 可以有充足的休息 和一個安靜的環境 不要再騷擾她 即是如果 對不起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覺得 是幫網民離譜 不關黃妃事 每個人 生老病死是必經 得到病 你會覺得很開心嗎 絕對不會 治療你會覺得很舒服嗎 亦都不會 這樣 有人逼你 要說出你自己 心裏面 覺得不開心的事 這件事 是英勇嗎 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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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迫到她自己 拍片說 其實 去到某些階段 正常來說 一些程序 是由 英國的皇室 自己去公佈 有這件事發生 多謝大家關心 但現在不是 她迫到她自己去說這件事 你覺得這件事 是真是所謂的英勇嗎 我覺得不是 不是 現在這個世界 現在變得 我覺得 人們越來越反智 越來越反智 我覺得連英國皇室 連英國國王 和英國的手信 都反智了 你們應該是 當然他們有 關注到她的病情 希望她早日康復 會盡一切的努力 幫助所有病患者 應該是要說這些 然後譴責一些網絡 欺凌 胡亂猜測 和抹黑的人 不盡不殺的人 你應該罵她 這些不是言論自由 這些是令到別人 沒有辦法 去安安靜靜去治病的情況 應該是罵這些 製造網上輿論的人 但是她沒有 她沒有 因為一罵的話 因為那些是她的選民 一罵的話 他們就可能沒有選票 所以所謂的民主選舉 是否一個正確的事件 你又要 害怕他們的選民等等 各方面的事件 船頭怕鬼、船尾怕賊 但是一方面 你是想推崇一些正義 但原來這個正義 在這些所謂的選票之中 是無法推崇的 因為他們 你一推崇這些正義 你會失去選票 那麼這些 是對 還是不對呢 我真的 不懂得應用 這兩件事都是一些很無稽的事 第一就是 那些香港人 以為台灣的所有人 以為這個世界 除了香港 除了我們自己祖國的 所有人之外 都應該會體諒他們 應該會了解他們 應該會贊同他們 但原來不是 從來都不是 第二個無稽就是 被迫到要一個病患者自己拍片 他說他病了 這件事竟然間 得到的不是譴責那班 製造輿論的人 搞事的人 是說你拍片真是好 騷擾一個病患者真是好嗎 我不知道 這兩件事我都會覺得很無稽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明天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和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